胡斌散记 作者亨利·梭罗 名声篇 我在位于马省康克德市的华登湖湖畔 替自己盖了一间小木屋 左邻右舍都远在吉里之遥 三餐都得用最原始的方式解决 在那里整整隐居了两年两个月后 才还俗 从头文明的怀抱 在这儿生活有个特色 那就是自己一个人占尽了所有的光环 家世 国世 天下世 通通远离 只因为我坚信 唯有当一个人离群所居时 才可能体会出生命的意义 毕竟 凡普归真 也是许多文明人所气球的心灵净化指标 这不是无病呻吟 因为在新英格兰 就有许多庸禄之辈 为了采米油盐 早出晚归 疲惫致死 在神秘的东方国度里 可能更惨 比如 在大英帝国所属殖民地的臣民 终其一生都是过着奴隶般的生活 其命运之悲惨 与信建金字塔的奴工相比 恐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Hercurus 是希腊神话中的主神 宙斯的儿子 据传 在继位前 需完成十二件不可能的任务 实能过关 这还算轻松 毕竟还有一线希望 但这些云云众生呢 究竟要熬到何年何月才能解脱 坎克德市里有许多大地主 他们从呱呱坠地后 就承袭了几十亩的农地 拿来盖国家公园都绰绰有余 但每每看到他们气喘如牛地在耕地 就让人觉得像在挖坟墓 还越看越像 可不是吗 甭说是梨田 光拿把刀子割草 就足以让人类的气喘如牛 电龙呢 也是五十步笑百步 为了五斗米折腰 每天得在大太阳底下 把自己给烤焦了才能收工 在前述的那十二件不可能的任务中 有一件是必须在一天之内 将一座饲养了三千多头牛的畜色 清洗干净 结果神勇无比的Hercule 索性举起一双大手 硬是把两条盒给改到 两三下就清洁溜溜 不过这毕竟是神话 你我都不可能有这般的能耐 这样的生活有意思吗 为劳动而劳动 百年之后还是一泡黄土 曾如圣经上所说 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 地上有虫子咬 能绣坏 也有贼挖窟窿来偷 这是马太福音第六章第十九节 说来可笑 居住在这片新大陆的人民 居然也这般的愚昧无知 放任这种吃喝拉撒碎的无知生活 来冲刺人生 出宫做惯了 一旦想要尝试一下精致品味的生活 无疑是吃人说梦 每个人终其一生 都像机器人般的动个不停 却始终分不清楚 人与机器之间的差别究竟何在 殊不知 人之所以异于禽兽 就是因为人类生活比较有格调 但若只会盲目地把自己给操劳而死 又哪称得上万物之灵 的确 有许多人会发现 人生就是这么的卑微 无论此刻手上所拿的是铁饭碗 还是金饭碗 只要还想混饭吃 就得先学会把自己自尊给拉下来 没办法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结果一直要到了离开人世的这一天 才赫然发觉自己是一无所有 努力了大半辈子所追求的安全感与成就感 不过是团泡沫罢了 随便吹口气就化为乌有 这种顾虑还真不是只需乌有的 因为在标榜自由的新大陆国度里 居然还盛行着黑奴制度 每当看到组织那副不可一世的嘴脸 就不得不深深为人性感到悲哀 即使贵为公投 又谈得上什么尊严 说穿了 也不过是一条中狗 何苦来哉 是为现实所逼吗 也许该说是被他们扭曲的价值观所强害的 有人说 我思故我在 而这些得过且过的庸碌之人 就是因为不思反省 才使得生活品质一落千丈 更遑论心灵上的自我解脱了 这种心灵上的堕落现象 更说明了何以宿命论的灰色思想 会大行其道 从繁华的大城走向偏僻的小镇 无一幸免 人们在抑郁之余 就只能拿着猎枪来打几只倒霉的兔子 要沦落到拿这种变态优越感 来重振一己的自信 真是够可悲的了 生命的意义究竟为何 我们目前所过的生活方式 真的是自己所属意的吗 会不会只是抱持着 两害择其亲的心态 来逃避现实呢 一个老农告诉我 我自己是种菜的 但也不能光靠这些过活呀 那会不营养的 他为了要吃荤 只得和他的那头老牛辛苦点 风雨无阻地在农田里来回穿梭着 为了多吃肉 他的生活仅剩操劳的工作 避论娱乐思考 人生砸眼即过 满足口腹之欲后 还剩什么 有人认为 人类所有可行的生活方式 都已被老祖宗逐一检验过了 言下之意 任何不随波逐流的生活方式 都有标新利益之嫌 比如谁家门前的树要怎么种 都有规定 甚至连果实掉下来 该怎么瓜分都想到了 然而 以这种知识化的机械生活 来抹杀创意 是不可取的 因为人类的潜能 将永无被激发的一天 生命是很微妙的 正如同日无思造的道理一样 大地万物都同受责备 从另一个层面来衡量 这正是孕育生命多元化的温床 因为无人能知晓 在浩瀚无涯的宇宙间 还有多少类似的生命体 在多样化的生命架构下 谁又如何能洞悉别人的想法 其实这不难 只要展开古书 任何人就能在短短几个时辰内 博古通经 仿佛经历一道时空之旅 在顿悟这个哲理后 才深觉 独树一帜 是多么可爱的一件事 为什么要画地自现呢 那是因为人们喜欢 把自己塑造成悲情英雄 结果是走不出失败的阴霾 每个人都喜欢摧嘘 一己的丰功伟业 但到底我们有没有想过 自己到底开发了几分的潜力 虽说是一样米 养百样人 其实都有共同的弱点 上位者把生命交给全能的神 下位者则抱持着 以不变应万变的鸵鸟心态 来苟延残喘 过一天算一天 但有必要这么委屈自己吗 念过几年书的人 都晓得用同一把圆规 可以画出无穷多的铜心圆 而人生不也如此 说这是进化也好 是奇迹也好 横述都要接受这个事实 中国孔夫子有言 知之为知之 不知为不知 失之也 何解 当一个人能秉触老大心态 勇于投入这个无穷契机的想象空间时 这一辈子就算没有白活 现代人终日操劳 究竟在忙些什么 仅仅是为了三餐吗 那三顶洞人是靠什么果腹的呢 也许该去跟他们借本食谱 看看能不能简化我们的生活 既然我们的生理系统并未进化到跟这些老祖宗南辕北辙的地步 那我们凭什么就需要这么多精致的食物才会满足呢 说了半天 到底哪些东西才算是你我的日常必需品 也就是说 有哪些是北京猿人和现代人类都共同需要的不羁品呢 不用说 民以食为天 当然是食物了 说到这里 我们不妨拿自己跟大自然的飞禽走兽来比较一下 它们需不需要肉块 再加上一瓶陈年的葡萄酒 显然不必这么麻烦 一大片草原 再加上雨水的滋润 就足以养活成千的牛群 当然 它们也需要有个避风雨的场所 不过这通常只是一片森林或山洞 不需要什么钢筋水泥 换句话说 这些大小生物所要的只是食物跟其身的畜所 没听说过它们要穿衣服 相信之下 人类就难伺候的多了 衣服还要穿名牌的 甚至还得有燃料来烹煮与预寒 这不是华天下之大击吗 达尔文表示 在他探险时 曾目睹一件奇纹 他和同伴把全身裹得密不透风的 还得取火来驱除寒意 结果呢 在山头的另一端 有几个光溜溜的土著 却热得汗流浃背 看得达尔文他们嘖嘖称奇 这么看来 文明究竟是进化了呢 还是倒退了 德国化学家莱比锡 对此有独到的见解 他认为 如果把人体比喻成火炉 那我们吃进去的东西就形同燃料 经过在胃部的内燃后 就可维持一定的体温 这说明了何以我们在冬天的食量 会比夏天来得大一些 正由于人类是恒温动物 因此内燃的速度过快也会出问题 比如生病 或甚至一命呜呼 由此观之 所谓生命所意味的应该就是体热 人死后就只剩一具冰冷的躯壳罢了 而前述的所有民生必需品 都是为了来维持一定的体温 食物只是燃料 而钻木取火也是为了烹调或是取暖 甚至连衣服和房子也都是为了保暖 没有这些种种 你就没有生命迹象了 没错 每个动物都必须维持体温 人类自然也不例外 只不过还发明了什么貂皮大衣 羽毛背之类的奢侈病 这么一来 又有很多小动物要倒霉了 不过有钱人 在附上一件貂皮之后 可能还在哇哇叫 巴不得能搬到赤道圈上的小岛来避寒 这说明了为何我们通常中意阳光带 因为太阳是取之不尽的天然燃料 可以穿得凉快点 一座简单的茅舍就可充当别墅 甚至爬上树来栽个野果 就可以祭武藏庙 这个主意挺好的 但我想靠着斧头 铲子 和简单的工具来白手起家 别怀疑 即使在森林 我依然是手不试卷的 有人会觉得不可思议 但只要自得其乐 看看那些势快的商人 因小失大 奋斗了大半辈子 也不过是涂个一时温饱 哦 应该说是过度的温饱 怎么说呢 吃得太饱 穿得太暖 住得太好 脑满肠肥之鱼 结果是把自己给蒸熟 反而扫活了好几年 怪在 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科技的进步 确实使得人们从需要阶段 演化到安适的阶段 许多人 因而沾沾自喜地说 这是文明的果实 应该说是苦果吧 因为这些奢侈品 只是把一个人的肉体给宠坏了 无助于心灵上的提升 当然 世界上还有许多不寻常的哲学家 在过着极为辛苦的生活 在中国 印度 阿拉伯 甚至于希腊 都不乏这样的苦行生 他们的信念 无非是追求简单的生活 因此 虽然物质生活极为匮乏 精神生活却令人称献 要做个哲学教授并不难 只要会在纸上谈兵就够了 但要有资格挤身哲学家的行列 就难如登天 因为 他们必须有本事去克制自我 不会盲目地跟凡夫属子 来竞争奢华 这些大人物 往往是走在时代的先端 所有重大的思想革命 都是由他们带领发难的 他们的物质生活看似贫血 但又何以能在文明史上 扮演着火车头的重要角色呢 相信之下 您我保时终日 又有何成就可言 想象一下 当一个人衣食无余之后 下一步是什么 跟别人比阔嘛 古人说得好 保暖思淫欲 饥寒起道心 因此中庸之道是最佳的选择 我想 人在免于露宿野餐之后的工作 就是往下扎根 多投资点时间 与精力来灌溉心灵花园的种子 当然 若是一个人能真正做到知足常乐 那是最好 因为无论他此刻是身居皇宫大内 还是露宿街头 也都能随遇而安 比较棘手的是那些极其名利 却又永不知足的贪心鬼 他们处心积虑为自己量身定做 一副纯金打造的手铐脚链 这又是何苦来哉 也许有人会很想知道 我在隐居前是否曾做过这些寻常的事 答案是肯定的 我做过报社记者 每天早出晚归 辛勤程度和待遇不成比例 也没有什么成就感可言 我还担任过义工 从森林的寻山员 到气象预报员都做过 尽管我兢兢业业 可也没拿过政府一毛钱 要说有收获的话 就是得以完全投入大自然 为生命的下一个阶段 埋下伏笔 也许有人会质疑 为什么我会这么想不开 还记得不久前有个印第安人 到一个律师的家里兜售竹篮子 结果踢到了铁板 这个律师还是我的老邻居呢 收入非常蜂窝 但对于区区几文钱的竹篮子 就是不屑一看 这个土藩觉得很纳闷 有没有搞错 这么便宜还不买 那个律师也很不客气地回了一句 就算你要送我 我都不要 印第安人这下子就跟泄了气的皮球一样 还边走边发牢骚 这哪有天理呀 他们靠出卖口水就可以穿金带银 咱们靠出卖劳力 却连一毛钱都捞不到 他错了 因为他不晓得商品要有附加价值才卖得出去 这跟手工灵不灵巧 没有一定的关系 老实说 我自己也编过竹篮子 但不会天真的想拿去四处兜售 何必靠销路来给自己打气呢 肯定自我其实有很多种方式 这正是为什么我会到华灯湖 因为要想在俗世间得到别人的肯定 实在太难了 即使把腰给折断了 也都很难谋得一个小公务员的职位 山不转路转 索性到森林里当老板吧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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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